认为应该不是动太小,动是斜的 这很专业我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会有点意思啊 感觉应该是直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像这个球形关节的部分啊 还有这个宽布这些关节 这个应该是直接拿这个玩具的实体下去做一些后置修图 先前的话已经有跟大家做过他们的这一款支柱 当时的评价也是相当之可以啊 很多很锐利的这些造型啊 这个都是突破了一些官方的限制 还有些金属部件啊 涂装啊 这些部分 那虽然我不是BW的一个一个 拥护者啊 甚至我可能动画是看过前三集吧 就这几年大家也都知道啊 BW是属于我做开箱的一块软肋啊 不止一块 其实很多块了啊 很多系列呢我也没有去追啊 像什么银河之力呀 这些超连结这些其实我都没看啊 我就是一个电影入坑的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个家伙 那么但是呢这个老鼠勇士的玩具呢之前的话 我手上只有一个啊 就是官方IDW时代推出一个Deluxe等级 那一款的话呢 我给他 IDW这个产业这个世代里头呢 我是给他前三名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分数 那这一款的话呢 小比例的玩具啊 它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 这个指挥官机的大小 但是呢 非常非常的精彩 首先的话 它的一个重量 还蛮足够的 它的一个腿部啊 小腿的部分 各位听到了 这是小腿啊 整个是一个金属部件啊 而且它是在一个人物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位置 所以对站立性来说呢 是比较好的 背包的话就是一个老鼠皮啊 直接背在后面啊 不过这个呢 你要知道这是B大陆玩具的一个 甚至是B大陆动画片里头啊 就是这么样一个造型了啊 这个就喷这个就没什么意思啊 再来呢 它身上你硬要说的话啦 可能它身上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腿啊 我是把它往后面延伸过来再过来啊 因为它这个背包来讲相当于还是会比较重啊 尽管腿部比较比较已经有重了 但是如果你把它完全打直的话啊 完全打直的话是人物会往后倒的啊 所以你还是必须这个脚的话是还是必须把它给 这个脚是往前面这样子 这样子一点点啊 这样子重量就会非常的平均 再来呢 它身上呢 有一个卡扣啊 是这个老鼠的这个头 应该说老鼠的鼻子的下方啊 老鼠鼻子的下方这里啊 是有一个 这里有个洞啊 它是要扣这个凸 这是人形状态下的一个卡扣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 可能是卡扣稍稍浅了一点啊 平常这样拿是当然是没什么问题 这样换也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动作太激烈就会滑出来啊 这个人生很多时候呢 都会有这种意外 不过无所谓啊 玩具啊 而且是小比例嘛 你还要求它多凸多凹呢 然后就是头雕的话 我是觉得做的 特别是什么 他的这个牙齿 这个老鼠勇是那两颗 这是牙齿 它特别有上了一个涂装 就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然后一个像是外露的人脑的一个造型 我记得动画片里头 它确实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头部的一个眼珠子 红色的点缀也有做出来 然后侧边这里有一个有点像是金色的这种涂装 所以它整个一颗这么小的脑袋上面呢 有银色红色跟金色 还有以及它本来是有一点偏古铜色的这个塑胶 头部这么小 还有这么多分色 其实是比较有诚意的了 这里有一个关节可以往上面抬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这里往上抬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球形关节是直接 大家代替的这个轴关节跟这个额头肌的转动 全都是靠这个球关了 这个球关的紧实度非常可以 但是这个枪的话就非常典型的 黑人遇到小日本了 这个枪要握进这个 拳头里头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动太小 动是斜的 这很专业我知道 但是叔叔我几十岁的人 我可以研究 我可以参透这个道理 我怕你们参透不了 所以告诉你们一下 读不进去不是动太小 有时候动可能是角度不对啊 你看到 这边我完全 这边这个枪完全进入呢 它是一个 你看 它并非是直接90度垂进去 它是有一个角度 才能够进来的 这个枪呢 插进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不容易啊 很难很难插 我曾经试过稍稍 简单的小扩孔 但是呢 依然没有用 扩孔不了呢 那我把我的 不 把这个枪的握柄呢 稍微削的稍微 细一点点 它还是进不去 就是最后我发现是角度的问题 你要稍微斜一个角度 才能够 完成正确的一个攻略 你不要小看这个攻略 你不要小看两手持枪 它这个 原则上呢 它本来是两把小枪可以组合成一把大枪 对 一把枪已经进不去了 两把枪还是可以进去 还进得去吗 事实上是可以的 因为虽然是两把枪 那洞还是只有一个 这样子 OK 这是它的一个 原本设计的一个大枪的形态 那 你 这个枪为什么我很坚持说你两手一定都要能够握枪呢 对不对 我们单手 能握难道不行吗 是的 因为呢 在完全变形成老鼠的状态下呢 它真的是必须要两手 各持一把枪才能够把它完全的收到老鼠的肚子里头去啊 所以 两手都要握住枪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要素啊 不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再来它的一个腰身无法动啊 因为这个卡扣的关系刚提过 还已经完全扣死了 是动不了的 这个 宽布 是一个球形关节 但是 紧实度很好 你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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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你看它还是不会不会掉啊 非常坚挺啊 再来的话呢 这个 外摆内收 这个关节的话呢 我这款往内转 往外转啊 都是偏紧的状态啊 整个是一个偏紧的状态 呃 但是这个地方紧 我觉得还好了 稍微 出点力扳一下 还是可以扳得动啊 只是告诉各位啊 它的一个松紧度呢 是有一点点不是很平均 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变形的需要 是要扳到后面去的 那这个小腿后面这个线条 各位看一下 非常优雅的一个弧形啊 整个这里是一个金属部件啊 虽然小龟小蛋 还是有一点点冰冷的一个感觉啊 但现在已经不冰冷了 因为我手上温度很高 那这个整体摆造型啊 因为这个脚 脚底的话 因为小腿是一个 呃 这个金属部件加上这个脚踝是可以折的 所以基本上站立性的话 普遍来说还是可以啊 如果你 呃能够稍微克服一点 背包的重量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啊 这么小的一个玩具呢 变形可以说是 呃比较 简单又精彩啊 这么说啊 再啊 就是它这个变形是这个样子啊 我会建议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枪这个位置 请你记得 在握持的情况下呢 把它往后面转 请这个时候就先完成这个动作啊 强烈建议你在这个时候就完成这个动作啊 是这样的啊 开枪 请做这个开枪打自己的动作 请千万记得 再来的话 腿的话呢 一样是 我们先将这个 因为呢 他其实说穿的就是把这个 腿跟手呢 塞到这个老鼠的肚子里头去 那为了方便 我们塞的时候比较好塞 所以我会建议你先把手啊 这个脚上面一些准备动作先做完成啊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卡扣 就是我提过啊 这个老鼠的鼻子下面有个洞 然后裆部上面有个凸 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呢 本来就是比较容易松开啊 所以刚变形了 还没开始变 已经把它松开了 这个部件推出来 然后这里看到有个关节 我们先给它回 回 转转180度啊 然后呢 这里有一块部件啊 这一块部件 请记得啊 这里 这一块部件 它本身是可以前后稍微再动一点点啊 这样子 你看啊 看啊 它就可以前后再动一点 其实没有没有差很多但是告诉你 是把往后面 往后面提上来提到底为止 这个地方旋转180度之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要转180度 这个尾巴的部分啊 OK 到这边啊 那基本上两个大会讯已经完成了 再来就是把这个头这个地方直接往上面提上来就可以了 整个头的话直接往上面挑上来 挑上来 再来的话 挑上来的时候呢 这里 把这个洞腾出来 将这个头呢 是要给塞进去的啊 在这里 头还可以在这里 整个的翻出来 将这个人头给放进去 鼠头呢 再给它放进来 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 暂时到这边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是把这个手这个部分呢 给塞到 下方去啊 这样子 好 在这里了 我们先以这个状态啊 先以这个状态就好 你看上半身这个头 老鼠这个基本形 已经出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腿给塞进去 腿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刚怪白内受精转过180度了对不对 直接的把它往内塞进去 极尽你所能的把他的腿往上面抬 往上面凹啊 这个人一生 是绝对要有机会凹到别人的腿的啊 这个 那在那之前先凹一下这个 老鼠勇士的腿也是不错的 好 整个把它给塞进去 一定要往内推到底啊 直接塞进去啊 推到底 你看到没有这里完全的塞进去 这个金属部件要挨到这里头来 整个压进去了啊 也整个压进去的情况下 这块部件是往后面自动吹到底了 所以这个地方 不注意到 其实也无所谓啊 就这样 再次记得啊 整个腿是 完全贴肤到 这个老鼠的背上 再来的话就把这个手给往内缩进来 往内缩进来的时候呢 请记得啊 将这个 看到没有 球官有个开口处啊 这个开口处说要朝上 朝上 然后呢把这个手的话直接往后面推 往后面推下来 这里是一样的 这样子 往后面 推下去 两只手是往内挤进来 然后往下面推上去 看到没有 这个枪的话呢 就完美的收纳在肚子里头 所以这个呢 是一定要 先把它给握好了 因为尤其这个枪本身又非常的紧 角度又很刁钻啊 已经提过了啊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的 在外面就先把它准备好 对不对 然后就最后就是把这个 这个肚子侧边这个啊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就很自然就把它包覆下来就可以了 就这样把它包覆下来 然后做一些 烟丝合缝 那最后这个地方 你可以就把它扣下来 你看这个地方 它一样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 这里一样 这个凸呢再次派上用 从这里把它给 卡进去 OK 卡上去之后呢 它整个的一个 你看这个 甩的角度不对就滑出来了啊 对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我要表演特技给你们看 结果失手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这个 OK对了 还有一块这个部件啊 把它给推上去啊 这个自顾自的开车啊 人家都说啊 胡福奇校这一集开车开的很厉害 表示这个玩具不错啊 这确实是有这个道理啊 就心情 玩起来特别好 就车技就会比较高明啊 这个大家还是比较 比较熟悉我啊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老鼠的一个变形完成之后的形态 那无论如何 无论我怎么样去推压 吹含西点抠呢 它的这个地方呢 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裂缝啊 而且我这两次变起来的话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一侧 通常我是这一侧会变得比较好 这一侧就会稍微有点失手啊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也难免吧 人生啊总是有些人擅长左边 有些人擅长右边来 这个是很难说的 那anyway 这个可能 就是 大家拿到之后的话呢 可能你变形的一个完美度会更好一点点 但是你要知道啊 这个东西 这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小比例玩具啊 这是魔方的一个滑车啊 这样的话你看它是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玩具啊呀 然后 对比一下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拳头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 它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玩具啊 呃 对不起 不是翻车是翻老鼠了啊 我们拿出一个官方的一个 这是官方的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 所以这是一个小比 它真的是货真价值的小比例玩具而已 可以感觉到他们这个变形可以说是达到一个很高分的一个表现啊 主要就怎么样 尾巴啊 从人的这个地方反转180度到下方来 然后这个腿的话呢 呃这个下盘子转一个180度 然后把手脚都塞进去啊 然后背上的老鼠皮呢就直接的这样包覆下来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啊 非常非常妙 但是变形简单的 这个 好玩啊 有逻辑性 这个都不是它的一个 不是唯一的一个加分点啊 主要你要看它的一个人形 跟兽形 是不是做的好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不得不提啊 当年这个 黑斯波那个idw的这个deluxe等级的话 那个老鼠呢 身上是有法斯文的 那是非常赞的 那这款是没有做到法斯文的 那我当作你是没有毛的老鼠吧 可是你要看它身上的这个 注意了哦 它这个脸上哦 你看 它是有这种肌肉的阴影 你懂吗 懂我意思吧 它是有肌肉的的这个 轮廓在上面 它不是磕出来的 它就是用利用这个 弧形的线条 然后光影的效果 看到没有 这个老鼠头的简直是 简直是厉害啊 我只能说 对不对 这是小比例玩具啊 再次提提提提醒他来 就这个头啊 对不对 这个光影的这个效果 就是最近这样子有在 对不对 摄影的东西拍的多之后 你就会更去发学到这些东西 好棒啊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提一下 这个扣不开啊 这个只是这个变形结构 这里不要不要打开啊 硬打开就坏掉了 我只能跟你说 我干嘛跟你说对不起 我只能说你活该 它本来就不能打开 好吧 那后面这个尾巴就不能动 因为它怎么样 它是 负责卡住这个 一个结构嘛 刚刚各位提过 它是有一个结合卡 而且它这个 这个地方是还蛮重要的 需要靠 靠它来稳定后方 这个这几个部件 那这个 可动度就是这个脚 脚掌 可动度做脚掌了 那其他尾巴啊 什么东西没有可动 老鼠 状态下已经是 几乎就是等于是没有可动了 那你 唯一能做可能就是这个 前置把它调高一点啊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 好像类似要站起来的感觉啊 这可能是它 唯一还能够有一个 动的一个感觉了 那这款T1的这个 老鼠勇士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 棒的一款小比例玩具 金属部件 也是有的 人形的还原度 头雕做得非常棒 分色也很清楚 小比例的玩具呢 做成这样可以说是 诚意度是满满满了 一样拿出个小比例的这个 这个模范好了 那最近可能大家发现我小比例的玩具的 制作第3方的玩具我几乎都做小比例比较多 我 呃其实我自己是有些想法 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呢 呃完面已经这么多年以来啊 第3方也已经 做了这么多年以来啊 我个人的感觉啊 最终啊 第3方里头呢 唯一能够做的长久恐怕也就是小比例了 你会发现呢 不管你是在什么热门的角色 在什么强大的第3方厂家 你只要遇到官方 跟你强碰你就是注定被 注定被碾压 除非官方自爆啊 呃比方说那那那个玩具种做工特别差 或者是价格特别高啊 只要官方在价格跟做工上呢 就是不要不要车祸的话呢 第3方解决者上是没有 没有机会跟官方去做一个拼搏的啊 但是呢 第3方的这些小比例玩具呢 目前我们可以这么说官方不会去做小比例的玩具 目前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倾向 所以这几个 铁工厂魔方 NA 甚至是这一家的这个T1的小比例啊 尤其我要说铁工厂跟这个T1的这个 小比例 因为一个是IDW啊 一个是这个BW 这两个呢 都是目前官方的 目前看上去是应该是不会着重力道在上面发展的 而他又走了这两个系列的小比例啊 所以呢 怎么这么简单说好了 如果说真的是 呃 如果你说你的收藏 你有收藏第3方的习惯的话啊 那我会觉得小比例这两家的玩具是比较比较 不会遇到官方从后面捅你一刀的啊 这么说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我意思吧 那今天就关各位锦道的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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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